星巴克店員不停拿酒精和抹布 擦拭桌面進行消毒 不过放眼望去店内却空无一人 只有外送员进去取餐 不少民众不想进店里 干脆选择得来速购买 桃园经传两起的本土个案 案838医生和案839女友护理师 两人在传染期间爬爬灶去过很多地方 9号下午一点多 两人就在星巴克的国际门市停留了30分钟 接着又前往正宇五金行逛了逛后返回住处 案839上课的学校 系所大楼也进行全面大消毒 一丝都不敢懈怠 从疫情爆发后再度拉高层级 消毒的范围大概是哪里 转动啊 请拉警报我们又重新那个 而第一时间遭误认的大江购物中心 也恢复了营业许景一场 脸书更趣味发文说要去收金 只是两人的足迹仍有未明之处 到底去了哪里就怕有未爆弹 引爆下一波社区感染 记者刘志长和蒙前赵佩 桃园综合报道 《范团园主缴》